看一下最後如果說我想要增加增快速度的話 其實你可以改成向下填滿 那向下填滿的部分怎麼改 首先的話我們再來看一下 底下這兩行不用 因為這個是篩選 跟Copy這個都一樣 不一樣的地方就這個4-way圈 本來是這個4-way圈 那如果我要改成什麼 改成向下填滿的方法的話 那該怎麼做 第一步的話當然呢 我的郵標 一樣 這個先篩選先取消 一樣是先把郵標放在這個儲存格 然後輸入這個公式 所以你可以怎麼做呢 第一個 當然先不用考慮跨工作 最後記得要 如果切回來記得要加 因為 如果同學忘了加的話 最後程式會發生錯誤 那我們要改的話 第一個 郵標先放在哪裡 先放在 這個4-way先拿掉 然後 然後next也拿掉 OK 然後呢先把公式放在這個儲存格 那這個儲存格叫什麼 那你可以用 Sales Sales 應該第二列啦 你可以寫這樣 或者是 我是覺得比較直覺 應該是寫成 Range B2就好了 Range B2 Range 然後呢 他的公式 這個地方就不用挨了 因為除非是回圈啦 不然的話這邊把它改 改A2 意思就是說我把這個公式 先丟到這邊 那可是底下的怎麼辦呢 底下 這些呢 我們用Auto Fill 自動填滿 那自動填滿的寫法 你就先 先不要放序子 因為放序子他不會提示 接下來的話呢 請你在Range B2 有點像是 在這個Range B2 這個空點快點兩下 他就自動填滿 那這個動作的話 在VBA的寫法是 Range B2 點Auto Auto Filter 上面 Auto Fill 自動填滿 底下的話他會出現 Distination as Range 意思就是說呢 你要填滿的範圍告訴我一下 你就跟他講說我要填滿的範圍喔 你幫我從那個什麼Range B2 一直填滿到 B的 5579 這個範圍喔 幫我全部填滿喔 那他意思是說幫你什麼 向下 快點 空點兩下 全部填OK了 所以有點像這樣 快點兩下 雖然也要個 兩秒左右啦 不過相對的速度也 相對快很多了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這樣就寫完了 所以基本上喔 如果你要加快速度的話 可以用那個什麼 來把復迴圈改成Auto Fill OK 那速度的話呢 最後記得啦 這邊一樣 前面一定要記得喔 把那個Shit 補上去 然後這邊一樣要補上喔 因為這個這個地方也要補 這個關鍵地方喔 OK 如果這個前後都沒補的話 那你將來喔 你除非在這邊執行 否則的話呢 因為我們按鈕在這邊按了 那一跑可能會出錯 所以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這邊把它刪掉一下 這個執行 1 2 大概2秒鐘就 結果就出來了 OK 那再來最後喔 這個假設已經寫完了 不過還是應該會有一些疑惑啦 因為你會發現 老師這邊有一個這個Shit 刮鬍查詢名單 那這邊又一個 這邊又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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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多了 那有沒有什麼方式可以讓程式喔 更加的簡化 以後如果假設一直重複出現同一個物件 我不希望它一直出現的話 那有什麼方式可以簡化喔 各位可以看到喔 在雲端上面的第3頁這邊有 你可以用Wiz來精簡 那什麼意思呢 你可以用Wiz開頭 然後把物件寫在這裡 以後底下的話呢 點 你就留下點就可以了 有沒有 前面就不用物件名稱 他只要看到點 他就會把這個物件放過來 OK 所以喔你可以這樣子 先一個Wiz 記得Wiz會有個頭 一定要會有個尾 所以喔這個Wiz 然後 底下的話就多一個EndWiz OK 頭尾 理論上當然也是 把這邊的程式按個Tab啦 在Wiz到EndWiz裡面 那只要看到這個你就可以Delete掉 這個 可以把它Delete掉 OK 意思類推啦 這樣的話呢 相對的話 程式就會比較清爽 那這邊一樣 這邊還有一個 執行會有沒有問題 執行看看好了 這邊把它清除 跑一下 1 2 3 差不多啦 OK 所以執行牆應該也沒什麼太大問題 OK 1 2 3 好像慢一點點喔 不過基本上也沒什麼 至少會比這個 縫迴圈寫的喔 也還能快很多 OK那請各位 試試看吧 那今天的話呢 我們主要是講了兩個範例啦 然後回去的話我是建議喔 假設有一些細節的部分 不是那麼懂的話 那就是有些地方是懂非懂喔 建議喔 還是要 再聽過 然後一定要實做看看 OK 那相關的程式雲端上都有啦 所以請各位回去喔 再花一點時間 試著練習看看 如果有問題的話 可以再提出來 剛剛同學好像有發生這個 這個理論上 因為我沒有看到畫面啦 我感覺應該是不是說 你的RANGE前面忘了加這個 SHITS 如果 沒有加 那應該就出錯了 OK 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 好